我在时光的流年里,静待春暖花开。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刚生产完,老公就想去母留子,提出离婚,还抢走了我的儿子,原来他背地里有相处五年的男友,而我只是他们掩人耳目,和代孕的工具,我要夺回一切,哪怕与死网破。 三年的朝夕相处,却换来了月子里的去母留子,忍让,祈求,奢望,终于被丈夫的一记耳光打醒。 美好的生活被戳破,心动是假的,陪伴是假的,甚至联性取向都是假的,挣扎,反抗,觉醒,我将用尽一切守护我的孩子,哪怕,与,死,网,破。 我已经有六个月零五天,没有见过我的女儿田田了,上一次见她,她才刚满月。 我记得,有一次给她喂完奶后,她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正准备给她盖被子时,她突然睁开眼睛看着我,我心里一惊,心想糟了,又要重新哄睡了。 谁知她只是冲着我甜甜一笑,便又睡过去。 每每回想起她的笑容,我心中总是不由地泛起一阵甜蜜,回过神来,又想起如今的现状,心里顿时五味杂沉。 我的孩子被我的丈夫林斌带走了,准确地说,是抢走。 我还在坐月子的时候便发现过林斌的撩骚,以及开房记录,我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看着孩子甜美的睡颜,我强行压制住自己的怒火与失望,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谁知,林斌静趁着我刚出月子,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将孩子强行从我身边带走,我用尽全力与他争夺,换来的是一记耳光。 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林斌直接将一答离婚协议书甩在我的脸上,冷冷撇下一句剩下的跟我律师谈,便从此消失。 长达十几页的离婚协议书,总结起来只有四个字,去母留子。 我回想起林斌志在必得的样子,我知道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我与林斌是在这大的一次联谊会上认识的。 那时的我刚升入大学,尚显志气,别人都是大波浪,公主妾,而我依然输着高中时便一直留着的马尾便,整个人显得格格不入。 除了造型吐气,更要命的是,我还设恐,联谊这种场合我向来是不感兴趣的,但鬼使神差的, 在参加联谊的前一天晚上,我跟妈妈因为一些小事吵了一架,心情本就烦闷,加上设有不停的窜多,便答应了。 我承认,我有故意的成分,我受够了即使上了大学,依然被妈妈当小孩子管教, 也受够了妈妈不知尺度地插手我的生活,这更像是一种反抗。 联谊会在一栋别墅内,我一进门便后悔了,这人也太多了。 我心里覆菲着,表面却不动声色,只是默默避开了拥挤的人群, 跟摄友打了招呼后便偷偷溜到了别墅后面的花园内。 花园内没什么人,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慢慢放松下来,我坐在石椅上, 长舒了口气,刚才的紧张感让我的脑子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现在稍微缓和了一点,整个人竟有些累了, 我靠在石椅上闭上眼睛便开始养神。 就在我快睡着时候,头顶传来几句男子的声音。 喂,醒醒,睡着了吗你不叫我? 我早就睡着了,我忍住心里的不耐烦, 睁开眼睛向着声援看去,只见一名年轻男子站在我的面前, 我不禁皱了皱眉。 男子看到我不悦的表情笑了笑, 你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我打扰你休息了吗? 你有事吗? 我没好气地回答道, 很抱歉,打扰到你休息了, 只是在石椅上睡觉的话会感冒的, 男子眼里满是关切。 被对方突然的关心感到一愣, 想到刚才自己不友好的态度,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谢谢,我会注意的。 男子看着我没有要离去的意思, 我顿感奇怪,你还有事吗? 没事,只是聚会在前院, 你一个人在这,是想自己待着吗? 突然被戳中心事,让我有些手足无措, 来参加联谊却选择一个人待着, 怎么看都有些奇怪吧? 见我没有反应,男子自顾自地说着, 嗯,这次的联谊会确实人太多了, 空气里全是脂粉香气, 还是外面的空气好, 你说对吧? 男子给我找了个台阶下, 我顺势说着, 对呀,确实是人多, 外面的空气好多了。 男子看着我笑了笑, 随即伸出手道, 我是林冰。 你好, 我叫苏暖。 我伸出手, 和他握了我。 第一次参加联谊吗? 对, 这么明显吗? 你看起来好像很紧张。 哈哈哈哈, 是吗? 我甘笑着, 企图将这个话题绕过去。 林冰却不放过我, 我以前也是这样, 用你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隐形射恐吧, 人多的时候会紧张, 有时候甚至会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话, 表面上云淡风轻, 实际上心里只想着赶快回家, 只有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才觉得安全你现在的样子, 可不像射恐啊。 是吗? 那是因为你看不出来, 而且社会确实改变了我很多, 毕竟这个社会, 如果不主动出击的话, 是会错过很多东西的, 错过一些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听到林冰的话, 我低下头若有所思, 错过很多东西吗? 随即我抬起头, 看着林冰, 如果改不了呢? 怎么办? 如果足够幸运的话, 也可以不改变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好运。 林冰看着我, 似乎一有所指, 苏暖, 终于找到你了, 你在这干嘛呢? 哎, 这是林学长。 许玲看了一眼我, 又看了一眼林冰, 有些惊讶,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 你认识我? 林学长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久仰大名。 林冰文言, 谦虚地摇了摇头, 太夸张了, 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厉害啊? 不厉害, 能还在学校时, 就通过自主创业赚了几百万。 好了学长, 你就别谦虚了。 许玲停顿了一下, 看了一眼我继续说道, 对了, 你跟苏暖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偶然遇到的。 林冰的话音刚落, 许玲立刻露出了一副 我不信的表情, 看着许玲八卦的样子, 为了不让林冰尴尬, 我跟林冰打了招呼, 就飞快逃离了现场, 鬼知道许玲这个八卦天后 能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话。 联谊过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忙于找兼职, 别问我为什么设恐还会找兼职, 实在是生活所迫呀。 我父母的感情不好, 从我记事起, 爸妈每天不是吵架就是打架, 后来爸爸干脆连家都不回了, 我一年能见到爸爸的次数趋之可数, 有时候甚至几年都见不到一次, 而我也渐渐地习惯了, 没有爸爸陪伴在身边的日子。 妈妈是超市的收银员, 学历不高, 一战就是一天。 爸爸不回家, 家里的开销 全靠妈妈一人的工资死撑着, 微薄的工资 勉强够支撑日常开销。 上大学的学费不算高, 可身处一线城市, 即使没有学费的负担, 生活费成本不算低。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我申请了助学贷款, 生活费也靠我课后兼职来支撑。 但社会上给我这样的学生的兼职机会并不多, 无非就是发传单, KCF收银员, 超市卖货员等, 都是一些时间较零碎, 薪水不算高的职位, 当作暑假兼职还可以, 但如果想作为主要的生活费来源, 还是太不稳定了。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是林彬。 接到我的电话, 你似乎很意外。 我还在震惊中没有缓过来, 听到林彬的轻笑, 我连忙回神。 没, 学长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问许玲要的, 你最近是不是在找兼职? 学长怎么知道? 看到你的朋友圈了? 朋友圈? 正准备问林彬怎么会有我的微信, 突然想起前段时间, 许玲好像确实用我的手机 加了一个什么人, 但是当时忙着面试给忘了。 哦, 我想起来了。 我朋友正在招前台, 你要不要去试试? 前台? 对, 他们是一家初创公司, 对前台要求不高, 有客户的时候, 提前安排接待一下就行。 可是我平时要上课, 时间能对得上吗? 他们之前有一位前台, 后来转业务岗了, 前台位置就空出来了, 因为前台的事情不多, 再招个全职的也不是很划算, 所以就想找个兼职的, 客户来之前都会进行预约, 所以你可以先看看自己的时间是否能体配上, 体配不上也没关系, 他们之前的前台可以临时接手。 前台应该对沟通能力要求很高吧? 主要就是整理文件, 打印东西, 有客户来的话引导一下, 七个茶之类的, 不算困难。 嗯, 听起来确实挺好的, 不过这样的职位应该很多人竞争吧。 你怎么想起我了呢? 因为林斌停顿了几秒, 随后耳边传来他的轻笑声, 因为想让你请我吃饭呢。 啊? 林斌让我有些意外, 但我随即很快便反应过来, 这是当然了, 谢谢学长, 我会全力以赴的。 因为有了林斌的介绍, 我很快便通过了面试, 为了感谢林斌的介绍, 我也如约地请他吃了饭, 经过这次事情后, 我与林斌的关系 也明显地拉近了不少。 如林斌所说, 前台的工作量并不多, 让我也能同时兼顾学业与生活, 闲来无事的时候, 林斌会邀请我出去玩, 每其名曰, 放松放松, 随着一起游玩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如往常一样, 林斌再次邀请我 周末去一家新开的密室逃脱晚, 在我们经历冲冲关卡, 重要找到钥匙的时候, 林斌突然不知道 从哪里拿出了一束玫瑰花, 单膝跪地, 请求我做他的女朋友。 我望着他, 感觉密室内的压迫气息 在慢慢退去, 一时间整个房间 都只剩下他的滴雨, 还有玫瑰花散发的淡淡香气。 我点了点头, 林斌笑着站起, 伸手将我拉至怀里, 一个蜻蜓点水的吻落下。 有了林斌相伴, 顿绝时间都好像被调快了, 转眼已经快到毕业的时候。 我再次开始了漫长的求职之旅, 可职场似乎总在跟我对着干似的, 我意向的公司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我, 没经验, 专业不对口, 精力不匹配等等, 好不容易有家公司愿意要我, 林斌却以可能有销售性质, 需要喝酒不安全为理由, 擅自替我拒绝了。 妈妈的催促, 求职的不顺, 都让我压力倍增, 然而我压力越大, 面试就越发挥不好, 从而就越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局。 林斌安慰我说, 还有他在, 他会养我, 我虽然感动却也知道, 女生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事业才行, 而且养不养的还为时过早。 可让我意外的是, 我居然怀孕了, 我不该怀孕的, 与林斌在一起后, 我们每次都会做好安全措施, 就是为了以防这种情况发生, 可艳运试纸上面的两条杠, 不会撒谎。 我心乱如麻, 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孩子。 我没想过, 现在还太早了。 我将试纸藏好, 准备先整理自己的思绪, 却被林斌发现, 林斌似乎并不意外, 他惊喜地抱着我撒娇, 劝我留下这个孩子, 他会跟我结婚, 会养我, 又说打孩子伤身体, 这是为了我好。 我仍在犹豫, 却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林斌告诉了妈妈我怀孕的事情, 并再三向妈妈承诺会对我好, 等放假了就会来我家提亲, 妈妈答应了, 并让我不要冲动。 双方家长会面很顺利, 似乎有我没我都一样, 林斌父母的热情将妈妈的最后一点一律打消, 双方已经在张罗婚后, 我们住哪, 孩子以后谁带, 取什么名字的事,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理成章。 双方父母喜笑颜开, 林斌再三保证会对我好, 即使心中仍有犹豫, 但看着眼前这个与我在一起三年的男人, 我想着就这样, 好像也挺好的。 有了双边家长的张罗, 婚礼进行得十分顺利, 只是林斌那边的亲戚没来几个, 联想到林斌说过的亲情元宝, 想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并没多问。 婚后, 我开始在家安胎, 孕期我双脚浮肿, 林斌便给我按摩, 因为孕吐我吃什么吐什么, 林斌并让他的父母来照顾我, 便招法地给我做我能吃的菜, 因为我不能闻荤菜, 为了怕我吐, 林斌甚至让全家人都不能在我面前吃荤菜。 每次产检, 林斌从不缺席, 生活上应该注意什么, 应该吃什么类似的细节, 都是林斌跟医生的必聊话题, 去得次数多了, 医生都记住我们了, 逢人便夸林斌是个好爸爸, 有责任心, 我看着林斌认真的样子, 心中被甜蜜裹满, 也觉得自己嫁对了人。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生产后, 因为疫情, 每位产妇只能有一位亲属陪同, 林斌便一个人留在医院照顾我。 我的奶嫂, 孩子刚出生晚上便一直哭, 医院又不让喂奶粉, 我心里十分着急, 又怪自己不争气, 林斌看着孩子饿着, 嘴上不说, 脸却黑了不少, 对我的态度也没之前好了, 为了不把孩子饿坏, 我们只得给孩子喂水, 幸好刚出生的婴儿喂小, 没吃几口便吃饱睡了。 第二天, 我与林斌商量着 趁着家里人探望的时候, 偷偷带奶粉来给孩子喝, 总不能让孩子饿着。 在医院住了三天, 我们出院回家, 林斌抱着孩子走在前面,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跟在他的后面, 因为刀口痛, 只能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 到家后, 公公婆婆欢喜地将孙子接过, 我默默地进了房间, 医生说过, 每天都需要用西式后的点符清洗伤口, 然后上药, 我本以为林斌会替我做这些, 然而见他迟迟未进来, 我只好自己动手, 我忍着痛开始擦洗自己的刀口伤口, 门外传来孩子被逗笑得咯咯的笑声。 我只当林斌是第一次当爸爸, 太高兴了没顾得上我, 便没在意。 坐月子的时候, 婆婆给我做了很多的下奶汤, 我扭它不住, 只有全部喝掉, 有时候实在喝不下了, 便借口说等会喝, 然后又偷偷倒掉, 也不知婆婆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这样的事情没过几次, 婆婆便非要看着我喝完才罢休。 下奶汤确实有一定的效果, 我的奶量确实比之前增加了一些, 但依然不算多, 而且相对于我因为喝汤太多太油腻, 而导致的反复毒奶, 发烧, 实在是得不偿失。 毒奶让我乳房硬得像一块石头, 一碰就疼, 还十分滚烫, 我想请通乳师来通奶, 却被公婆强烈反对, 反对的理由无非就是我们结婚生孩子已经花钱太多, 请通乳师纯粹是浪费钱。 就在我以为至少林彬会帮我的时候, 林彬却没有丝毫预兆地出差了, 我给他打电话也一直关机, 由于还在坐月子, 我的身体本就虚弱, 懒得与公婆争辩, 我便想着自己出钱解决。 然而看到银行卡余额才想起, 之前生孩子住院的时候, 林彬说自己忘了贷卡, 于是便用我的存款付的住院费。 我的存款本就不多, 一大半用来支撑生活与学业, 一部分给了妈妈, 自己卡里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三千块的余额, 而这次生孩子, 直接将我的存款全部消耗殆尽。 我躺在床上想了许久, 终于拿出手机, 拨通了儿时好友仁州的电话。 仁州是我邻居的孩子, 与我不同的是, 我们的房子是租的, 而仁州家的房子是自己买的, 而且还不止一套。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从幼儿园到小学, 再到高中, 用他的话说就是, 都看腻了。 所以当知道我们考入了不同的大学的时候, 我们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终于能够摆脱塌塌了。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讨厌仁州, 相反的, 我还蛮喜欢他的, 当然, 是朋友间的喜欢。 仁州为人仗义, 有事绝对是能上的类型, 用面容娇好, 家世优渥, 所以从小到大, 仁州身边的莺莺艳艳艳就没少过。 当然了, 仁州也是个花心的, 今天喜欢这个, 明天喜欢那个。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他身边的女生就没断过, 不过在他的身边都待不长, 最短的几个小时, 长的最多几个月。 对此, 仁州的原话是, 美好的事物应该与别人一同分享, 没错, 他指的是自己。 虽然我与仁州的关系不错, 但他的恋爱观, 我绝对是鄙夷的, 毕竟我心里的理想爱情, 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很明显, 与仁州的及时行乐的爱情观, 背道而驰, 所以我们两人一直是求同存异, 谁也没妄想去说服对方。 苏暖。 对, 是我。 仁州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也让我的思绪拉回来。 你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我还以为你, 谈了恋爱结了婚之后, 就与世隔绝了呢? 听任州的声音, 他似乎有些生气,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啊? 没有啊, 只是最近比较忙, 忙了三年。 我被问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小声嘀咕着, 也没有三年吧, 我们中间不也联系过吗? 苏暖, 我听得见。 你还好意思说,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自从你上了大学后, 大学三年, 给我打过几个电话。 那你也没给我打呀? 我有些不服气, 我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 我继续追问。 没什么, 反正, 你没给我打电话, 就是你不对。 我有些被逗笑, 任州的语气, 就跟小孩子撒娇, 却没有如愿得到糖一样, 跟以前一模一样, 丝毫未变。 怎么, 不说话了? 喂, 苏暖, 你还在吗? 任州的语气有些着急。 我还在。 那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都这么说了, 我怎么接? 我, 斯。 怎么了? 苏暖, 你怎么了? 胸上的闷痛传来, 我才想起自己此次给任州打电话的目的。 我没事, 只是, 只是什么? 你有事献说, 支支吾吾吾的可不像你啊。 任州, 你可以借我点钱吗? 需要多少?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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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那位呢? 为什么五百还要你去借啊? 苏暖, 你还好, 我打断他的话, 你就说借不借吧。 我现在转给你。 好,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不用, 如果你有什么事, 一定要跟我说。 我心里有些感动。 嗯, 知道了。 挂断电话后, 没过几分钟, 手机提示短信响起, 是道账通知, 一万元。 拿到钱之后, 我在网上下单了一个上门通乳师, 在看到通乳师的时候, 公婆的脸上很明显, 就不高兴了。 但我现在也顾不了这些, 现在的通乳师对我来说就跟救世主一样。 林斌刚回来, 便被公婆拉进房间内, 过了半小时左右。 林斌出来了, 不知道林斌说了什么, 乐得公婆喜笑颜开。 林斌进房间后, 一言不发, 我本想跟他说跟仁州借钱的事, 林斌却抢先打断我, 只丢下一句, 收敛下自己的脾气, 别惹老人生气, 便离开了, 只留呆呆的我愣在原地。 我回想起婚前林斌曾对我说过的话, 他说知道我不喜欢跟长辈住在一起, 承诺我们生孩子后便买房子搬出去单独住, 并坚定地表示会站在我这一边, 我对此一直深信不疑, 可如今, 我叹了一口气, 心里想着晚上找林斌好好谈谈。 可林斌并未给我这个机会, 他并未进卧室, 而是直接睡在了客房, 我问原因, 他也表示是为了让我休息好, 不碰到我的伤口。 我虽然有所怀疑, 但也没想太多, 直到快到半夜两点, 我依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便想着去看看林斌。 林斌还在熟睡中, 看着他的睡眼, 我给他掖了掖背脚, 便准备离开, 却不小心看到了他亮起的屏幕, 屏幕上赫然的四个大字让我的呼吸一致, 我好想你, 对方的备注是宝贝, 我点开对方头像, 是一位清秀的男生, 翻开记录, 他们的对话不断地刺痛着我的心, 男生叫杨文, 是一位大四学生, 两人在一起已经多年, 他们互称宝贝, 互诉中场。 我回想起从前恋爱时, 我也曾学着电视上的女主, 会甜甜地叫着林斌宝贝, 可每次林斌的反应都是淡淡的, 有时候烦了甚至会有些恼怒, 我当时只以为林斌是觉得太粘腻了, 不喜欢这种幼稚的称呼, 可今日一看, 原来是因为我喊他的称呼, 就跟林斌与他心心念念的他一样, 所以才这么厌烦, 可, 如果他们是彼此的宝贝, 那我是谁? 我强行稳定心神, 开始翻看杨文的朋友圈, 我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大部分朋友圈都没什么特别的, 无非就是分享日常生活, 只是其中一条朋友圈尤其惹眼, 配图是食指交叉的双只手, 我一眼便认出了那是林斌的手, 林斌右手边上有一颗黑质, 我不会认错, 相对于图片, 更让我在意的是配套的文字, 我们很快便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了, 我很期待, 孩子? 两个男人怎么可能会有孩子? 我心里隐隐地有了些猜测, 却仍不愿意相信, 我再次点开他们的聊天记录, 搜寻相关关键词, 关键词匹配出来的对话, 将我的眼睛刺伤, 不然, 为什么我会哭呢? 2016年7月10日杨文, 你到联谊会了吗? 为什么非要去啊? 都不陪我林斌, 刚到, 宝贝乖, 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啊, 只要找到合适的对象, 让他生下孩子, 我爸妈那边就有交代了,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你不想跟我永远在一起吗? 杨文, 我当然想了, 只是联谊会上的人那么多, 我怕你可看花了眼林斌, 吃醋了, 晚上好好补偿你, 你想补偿多久都行, 要不是为了你, 我根本不会来这种场合, 乖乖在家等着我回来, 2016年10月2日杨文, 还在他那儿, 演戏也够了吧, 快回来, 林斌, 来了来了, 今天亲了他, 真恶心, 我这可是为我们两个人付出, 你可要好好补偿我, 2018年6月9日林斌, 不想演戏了, 在寝室不方便, 次数太少了, 一直怀不了, 杨文, 再等等, 马上要实习了, 到时候, 你偷偷将避孕套上 炸点小洞就快了, 2019年12月2日林斌, 怀上了, 终于可以不碰他了, 今晚我过来, 我们好好庆祝下, 杨文, 好, 我等你, 2021年2月3日杨文, 这个衣服好不好看, 我给我们的孩子买的, 还有这个, 这个, 林斌, 只要是你选的, 都好看, 以后孩子抱过来了, 你想怎么打扮, 就怎么打扮, 随着对话越来越多, 我的心也慢慢沉了下去, 一切都是假的吗? 那什么才是真的? 我放下手机, 心乱如麻, 转身走到女儿床边, 看着甜甜甜静的睡眼, 我的心更觉一阵刺痛, 回房哭了一整晚, 我决定给妈妈打个电话, 试探一下她的态度, 喂, 妈, 在做什么呢? 在看电视呢?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了? 孩子呢? 在睡吗? 对, 甜甜还在睡呢, 妈, 最近的那个电视, 你看了吗? 是讲离婚的女人的故事, 什么电视啊? 没看啊, 离婚的女人, 这有什么好看的?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离婚的女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啊, 精彩什么? 离婚了, 孩子怎么办? 而且, 为什么离婚啊? 你们这代人啊, 动不动就离婚, 你看我跟你爸, 这么多年了, 都没离, 那你们这种没离跟离了, 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啊, 我要是跟你爸离婚了, 你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了, 但只要我们没离婚, 就算你爸不回家, 你也还是有爸的, 这样的行事主义, 有什么意思啊?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我, 好了不说了, 就这样, 挂了。 我气呼呼地将电话挂断, 妈妈的想法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跟林彬的情况, 很明显是跟他跟我爸不同的, 我们除了出轨外, 最重要的, 还有行婚, 同期, 当然, 这些事情要是给我妈说, 她是肯定不信的, 只会徒生事端。 在我纠结应该如何做时, 林彬的男友杨文却主动联系了我, 至于我的联系方式, 他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 我们约在了城东的一家咖啡厅内, 杨文一进门, 咖啡厅的服务员便冲他点头, 看得出来, 杨文是这里的常客。 杨文穿着一身休闲装, 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 脸上带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若是平日, 我也只会觉得这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生而已, 可知晓他的身份后, 我实在无法对他友好脸色, 杨文也不介意, 坐下来便直奔主题, 我希望你能主动跟他离婚, 并且把孩子给他。 这话一出口, 我立刻皱起眉毛, 凭什么? 你不觉得你的要求过分吗? 他不爱你, 你跟他在一起, 没有任何幸福可言, 这些事情轮不到你管。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杨文一愣, 随即笑了起来, 你们离婚是迟早的事, 你不提, 他也会提, 信不信。 我只是让这个时间缩短了而已, 你主动提出离婚, 我还能给你经济补偿, 如果等到他提, 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照你这个意思, 我还要谢谢你。 我讥讽道, 话已至此,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自己好好考虑。 杨文起身便准备离开, 我叫住了他, 我不可能把孩子给你们。 杨文冷哼一声, 推开门离开了咖啡厅。 杨文离开后, 我在咖啡厅又坐了很久, 直到店员提醒要关门了, 才起身离开。 三天已到, 我尚未有任何动作, 一是还没有想好, 二是我也想看看林彬到底会怎么做,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难道他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表面平静的日子, 就这样过了接近一个月, 就在我庆幸无事发生的时候, 一天早上, 我还在睡梦中, 便听到了甜甜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瞬间惊醒, 开门便看到林彬与公婆抱着孩子, 就往外走, 客厅里全是孩子的奶粉跟尿不湿, 以及一些日用品。 我心里暗叹不好, 就想上前将孩子抢回来, 公婆想阻止我的动作, 我使尽全力将他们推开, 正要接触到甜甜的时候, 我被林彬一脚踹开, 正好踹在我的刀口上, 我强忍住疼痛起身, 想去抱孩子, 林彬黑着脸挡在我的面前, 给了我狠狠一耳光。 我被删得眼冒金星, 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林彬直接将一打离婚协议书 甩在我的脸上, 冷冷贴下一句剩下的跟我律师谈, 便从此消失。 我心里着急万分, 可身体却由于过于虚弱, 而一动不动, 只能看着他们将我的孩子强行带走, 甜甜的哭声响彻整栋大楼, 我的心也跟着甜甜离去了。 等我好不容易缓过来的时候, 直觉告诉我这件事跟杨文有关, 我拨通了杨文的电话, 杨文对我的来电并不意外。 是你让他这么做的? 这是迟早的事, 只是计划提前了而已。 我跟他说, 你威胁我, 然后就这样了。 我说过, 在他心里, 你什么都不是。 原来, 抢孩子的计划是他们早就规划好了的, 只是林冰为了维护他的小娇妻, 将时间提前了。 真讽刺, 我还天真的以为他会顾念旧情。 不, 准确地说, 他才是那个旧情。 嘟嘟嘟, 杨文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我强行打起精神报了警, 警察却告诉我, 我这种情况属于家庭纠纷, 无法立案。 我顿时感觉天都塌了, 手足无措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这时候我想到了仁州。 对, 仁州人脉广, 一定可以帮我。 我拨通了仁州的电话, 很快便被接起。 喂, 苏暖, 怎么了? 我原本想好好跟仁州说明我现在的情况的, 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压抑的情绪瞬间被释放了出来。 仁州, 你能帮帮我吗? 苏暖, 你怎么了? 你别哭, 我帮你, 我帮你, 发生什么事了? 你别哭啊, 孩子, 我的孩子呗, 我的声音说得断断续续, 仁州不清楚情况, 急得不行。 苏暖, 你在哪? 我来找你, 我在家, 好, 我马上就来, 你别怕, 等着我。 可是, 仁州挂断了电话。 仁州在地市, 距离是即使是坐飞机, 也需要一天, 可仁州却在我打给他电话的晚上12点就到了, 时间仅仅过去了6个小时, 时间太短, 以至于在我开门见到仁州时, 我都怀疑是自己太过伤心, 眼睛看花了。 仁州看到我哭得红肿的双眼, 明显一愣,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别怕, 我来了恩, 仁州, 我, 看到仁州, 我又有些想哭了。 仁州走进屋内, 倒了一杯水递给我, 别着急, 慢慢说。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尽数告知, 我原以为以仁州的性格一定会暴怒, 谁知他居然只是捏紧了杯子, 一言不发。 半想, 仁州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窗外, 你该去睡了。 都这个时候了我怎么睡得着? 睡不着, 明天会有黑眼圈的, 有黑眼圈就不漂亮了。 我一愣, 这是我小时候哄他睡觉时曾说过的话, 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 看着我没有反应, 仁州将我的肩扭正, 正对着他, 看着我一字一句道, 我会处理好的, 我保证。 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 仁州总能一句话就让我安心, 我望着他, 点了点头。 在我睡下后, 门外传来仁州的电话上, 对方似乎是一位律师, 他们聊了许久, 就到等我有意识时,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 我起床推开门, 不在客厅, 不在卧室, 不在厨房, 仁州去哪了?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大门开了, 仁州拿着我的钥匙进了屋, 看到我后明显一愣, 这么早就起来了。 什么时候你这么勤快了? 我无心与他开玩笑, 挪了挪嘴不说话, 仁州也不再追问, 只把手里的早餐放在餐桌上, 便去厨房了。 不一会, 仁州端了一杯刚温好的牛奶出来, 诺, 给你这个。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不需要加热。 仁州没有反驳, 只笑了笑, 快喝吧。 我文言抿了一口, 味道怎么样? 挺好的, 不说这个, 昨天的事, 你先别急, 昨天我已经就你的情况, 问过我的朋友了, 甜甜还没断奶,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 不满两周岁的婴儿, 应当由母亲抚养, 跟随母亲共同生活, 你可以向法院起诉, 主张孩子的抚养权, 没有特殊情况, 法院一般会将不满两周岁孩子的抚养权给女方, 但是很明显林斌已经知道了自己从法律角度是无法取得孩子的抚养权的, 所以才会将孩子强行抢走,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孩子藏起来, 这样即使你取得了孩子的抚养权, 执行起来也有一定困难, 那要怎么办?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孩子, 我已经委托我做私家侦探的朋友, 看能不能找到林斌在哪, 同时我们可以先对林斌提起诉讼, 离婚的同时争取抚养权, 两条腿走路, 听从仁州的建议, 我向法院申请了诉讼离婚, 若林斌出席的话, 我一是可以顺利离婚, 二是可以见到田田, 不过正如仁州所预料的, 林斌只是委托了律师, 而本人并未出席, 林斌的诉求是, 要孩子, 也要全部财产, 他认为我刚毕业, 尚未为家庭做贡献, 不应该分得财产, 对此我距离已争, 表示我可以不要财产, 但是孩子给我。 最后由于新婚姻法, 与我无法证实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 法官驳回了我的离婚诉求, 从法院回到家中, 一路上我的手都在抖,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愤怒, 这么多年朝夕相处的爱人, 却处处想要置我于死地, 以往因为欺骗, 利用, 威胁, 一遍又一遍被我强行按压下去的情绪, 即将冲破极点, 眼看着便要崩溃, 此时, 仁周轻轻握住了我, 在我疑惑的眼神中, 伸手将我拥入怀里, 仁周一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背, 一边贴在耳边安慰道, 没事的, 没事的, 我在这里, 我会解决好的, 随着她的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我的情绪也慢慢被安抚下来,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不知为何, 我离婚的事情被妈妈知道了, 就在我还在为孩子的事焦头烂额的时候, 妈妈的一通电话, 再次打破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心理防线, 苏暖, 你是怎么回事? 我听说你要跟林彬离婚, 谁跟你说的? 你别管谁说的, 你为什么要离婚? 你现在不是小孩子了, 婚姻也不是儿戏, 你结婚之前, 我就跟你说过, 要想好, 结婚不是过家家, 我想好了, 没有开玩笑, 你不用多说了, 苏暖, 你翅膀硬了是吧? 说离婚就离婚, 孩子怎么办? 我可不会给你带孩子, 不带就不带, 从小到大, 我的任何决定, 你什么时候支持过我一次? 我是为了你好, 你想要你的孩子没有爸爸吗? 有爸爸又怎么样? 几年都见不到一次, 这种爸爸有跟没有, 有什么区别? 你这么多年的丧偶式婚姻, 还没过够, 非要我跟你一样? 林彬跟你爸又不一样, 再说了, 不是你自己把肚子搞大了, 非要嫁给他的吗? 我那是被骗了, 你不知道吗? 被骗? 你不是一直自诩聪明吗? 谁能骗到你? 除了林彬, 还有谁? 他骗你什么了? 骗你生孩子的? 别人对你那么好, 你还不知足? 对我好? 他在外面找小三, 跟小三一起骗我, 现在还要抢走我的孩子, 这叫对我好。 什么小三? 林彬怎么会找其他女人? 他不是一直对你, 不是女人。 什么意思? 是男人。 男人。 对, 他是同性恋苏暖, 你没睡醒吧? 谁告诉你的? 我亲眼所见, 我懒得跟你说了, 这个婚我离定了, 就这样。 苏暖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离婚, 就别说有我这个妈。 挂掉电话, 我觉得既委屈又愤怒,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这么多年了, 妈妈从来没有站在我这边过,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总是不问青红皂白, 给我一顿骂, 不问缘由的就认定是我的错。 但眼下固步的这些, 为了逼林斌现身, 我与仁州在家中收集了许多林斌贪污公款的证据, 上交给了纪检委, 并在网上曝光林斌同性恋, 骗婚骗生的事实, 希望能够逼林斌现身, 提交的证据虽然不足以将林斌从位子上拉下来, 但是也够他喝一壶了。 果然, 舆论持续发酵, 林斌所在的天恒集团终于发声, 将成立专家组, 针对林斌事件进行专项调查, 而林斌也在公司门口被迫现身。 我们请的私家侦探通过蹲点在天恒集团附近, 也终于顺藤摸瓜, 找到了林斌现在的住址。 不过, 当我们上门敲门的时候, 却没看见田田的身影, 我们猜测林斌可能想到了这层, 于是提前将田田藏起来了。 但就算藏得太深, 小孩子平常的吃喝拉撒还是要解决的, 所以日用品的采购是必须的, 加上就算分开住, 为了能及时看望孩子与杨文, 林斌肯定也不会让他们住得离自己太远, 更大的可能是在林斌的附近给他们租一套房子。 有了猜测后, 我们以林斌居住地为中心, 在附近十公里符合我们要求的小区门口分别蹲点, 果然见到了孩子与杨文的身影。 杨文将孩子放在婴儿车上去附近买菜, 菜市场老板似乎跟杨文很熟练, 杨文一边捡菜, 一边跟菜市场老板说说笑笑, 菜市场老板偶尔还会故意扮鬼脸, 斗一斗甜甜, 甜甜咯咯咯的笑声不断传来。 买好菜后, 杨文便准备推车回家, 我冲上去, 一把推开杨文, 将婴儿车抓在手里, 并在菜市场老板面前大骂杨文是小三。 同性恋, 杨文大惊失色, 便想上来捂住我的嘴, 可刚扑上来便被仁舟拉开, 我则趁机将田田抱起, 杨文越过仁舟, 想来抓我, 我飞快躲过后, 将田田递给了仁舟, 把孩子抱着, 这个贱人我忍他很久了。 我挽了挽袖子与杨文撕扯在一起, 菜市场老板让旁边的摊贩赶紧报警, 而自己则上前拉架, 却被杨文推开, 顿时现场乱作一团。 没过多久, 警察来了, 警察将我们拉开, 又分别做了笔录, 教育了一通。 对于我的事情, 警察深表同情, 你的这个事情, 就算你跟他打架了, 也不会立案的。 你跟他打干嘛呢? 这种人本来就没脸没皮的, 更何况, 这还有孩子。 我知道没法立案, 我只是太生气了。 确实太过分了, 不过你还是要为了孩子想想, 打架斗殴, 你要是被关进去了, 孩子咋办? 警察说完, 转头看了看杨文, 见他隔得比较远, 小声地跟我说, 我跟你说, 你这个事情, 警察管不了, 但是我可以给你开个回纸笔录, 这个笔录, 你可以在打官司的时候, 申请调取, 作为证据使用, 可以证明, 你老公确实出轨了。 我看着警察, 连连点头, 那太谢谢你了。 说这干啥, 这种人, 人人喊打, 只是有时候, 确实不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 不好管。 随后, 警察开了一张回纸笔录给我, 拍了拍我的肩膀后, 收车走了。 杨文健警察走了, 便又想来抢孩子, 我见状飞快拦住孩子前面死死地盯着他, 你还想干嘛, 林斌已经被调查了, 你在纠缠, 下一个就是你。 杨文健我们人多, 便幸幸离开了。 将孩子带回家后, 时隔半年, 我再次提出离婚, 林斌因为正在被调查中, 依然未到场。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我以林斌深陷舆论, 品行不端, 以及夫妻感情破裂为由, 申请起诉离婚, 虽然林斌没出庭, 但这次结合舆论影响, 法院终于宣判我们离婚。 同时结合孩子尚在哺乳期, 法院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我。 不过, 由于林斌的财产都是个人婚前财产, 所以我只能分到婚后增值的一小部分, 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个,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田田。 拿到法院的判决书后, 我走出法院,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这时清风拂面, 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时, 田田的笑声吸引了我, 我转头望去, 抱着孩子的人舟正低头对着田田做鬼脸, 田田被逗得发出了一串串笑声, 一种莫名的安定感在我的心里蔓延。 事情过去没多久, 我便在电视上看到了林斌调查结束的新闻。 我提供的证据并不能直接将林斌垂死, 然而意外的是, 自我举报之后, 天恒集团竟陆续收到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举报信, 举报林斌涉嫌贪污, 挪用公款等。 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 林斌最终被天恒集团辞退, 名下财产被尽数收走, 同时林斌还将面临着高价赔偿。 看到新闻后, 我也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无非就是她看见新闻了, 庆幸我离婚离得对, 对这种马后炮的行为, 我也懒得拆穿, 只随便应付几句后便将电话挂了。 距离林斌的事已经过去几年了, 自从上次一别我再也没见过她, 本来以为事情已经尘埃落定, 然而却在这时再次发生了意外, 田田已经上幼儿园了, 每天下午五点放学, 我跟平时一样, 下班后便准备去接她回家, 只是今天的路上有些堵, 在路上多耽搁了半小时。 等我快到幼儿园的时候, 却看到一位身穿黑色外套, 戴着鸭舌帽的男子, 正妄图将田田强行拉上车。 我赶紧跑到田田身边抢下孩子, 却在男子转身的时候一惊, 是林斌。 我抱着孩子警惕地后退一步, 林斌,你干嘛? 孩子的抚养权已经归我了。 林斌上下打量着我, 望着我强势的样子, 林斌眉头紧皱, 我是他爸爸, 我来看他, 天经地义, 苏暖, 你别以为你有了抚养权 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 你来看孩子没问题, 但是你这是看他吗? 你是想跟之前一样, 把他从我身边抢走, 然后藏起来吧。 林斌没说话, 算是默认了。 妈妈, 他是谁? 田田躲在我的身后, 怯生生地望着林斌。 他是, 我还未开口便被林斌打断, 声音中带着怒气, 我是你爸爸。 田田被吓了一条, 只往后躲, 你好凶, 你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不会像你这么凶。 你这个说的什么话? 这是谁教你这些话的? 是不是你教他的? 林斌双目瞪圆地望着我, 又想再次上前来拉孩子, 却被赶来的仁州拦住, 见到仁州后, 田田搂着任州的脖子便一直喊着怕, 爸爸, 我害怕。 听到田田的称呼, 我们三人皆是一愣, 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林斌, 田田的话彻底激怒了他, 林斌大声指着田田, 你这小兔崽子叫他什么? 我才是你的爸爸。 田田被吓得哇哇大哭, 声音不断吸引着过路的行人, 同时, 幼儿园附近的警察也过来问是怎么回事。 得知我们的情况后, 警察问我们是否要把林斌带回警察局, 我拒绝后, 警察只对林斌进行了思想教育后便走了。 林斌, 田田的抚养权在我这, 你如果再来闹事, 或者妄图强行带走田田, 我就申请人身保护令, 同时报警,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你现在不仅身无分文, 而且还要还一大笔债吧, 要是你做这些事情, 再被你自己任职的公司发现, 那你这些债务还能还清吗? 你自己考虑吧。 林斌愤恨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田田与仁州, 转身离开了。 望着林斌的背影, 我暗自松了口气, 但我知道, 以林斌的性格, 他绝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 回家后, 仁州放下田田便去厨房做饭了。 这么多年, 我与仁州一直生活在一起, 当然, 仁州住在我们隔壁, 但这丝毫不影响田田与仁州之间的感情。 我看得出来, 田田是真心喜欢着仁州, 而我也从未跟田田讲过他爸爸的事, 一是觉得孩子太小了, 什么都不懂, 二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吃完饭后, 我想了很久, 抬脚走进了田田房间, 仁州正抱着田田看绘本, 发现我过来后, 田田跑到我身边, 软糯糯地叫着妈妈。 我让仁州先出去, 我想跟田田好好聊聊。 田田, 今天的叔叔, 你认识吗? 田田摇了摇头, 不认识。 田田, 之前我从没跟你说过爸爸的事, 是因为觉得你太小了, 但是今天你居然叫仁州爸爸,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跟你好好聊聊了。 今天的那位叔叔才是你的爸爸, 爸爸妈妈因为一些原因分开了, 所以你与爸爸一直没有见面。 那仁爸爸呢? 仁州他只是妈妈的朋友, 那仁爸爸会一直跟我玩吗? 我一愣, 当然了, 只要他愿意的话。 仁爸爸不能做我的爸爸吗? 啊? 我被问得一愣, 这个, 我望着田田, 欲言又止, 要跟一个小孩说清楚, 这些事情实在有些困难。 这时, 恰好仁州端着果盘进来了, 望着我一脸窘迫的样子, 仁州一愣, 怎么了? 这副表情, 没, 没事啊, 莫名的, 我有些心虚。 田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任州, 伸出手指着仁州道, 我喜欢任爸爸, 不喜欢今天那个叔叔, 老师说, 只要结婚了, 就可以一直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可以跟任爸爸结婚吗? 啊? 孩子天真的问话, 让我一时候,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接, 仁州放下果盘, 盘腿坐在田田的对面, 不行哦, 叔叔只会跟爱的人结婚。 田田睁大眼睛, 看着仁州, 眼神中满是疑惑, 爱, 什么是爱啊? 叔叔不喜欢我吗? 仁州笑了笑, 叔叔对你是对小朋友的喜欢, 但仁州扭头看了看我, 又转头看着田田, 但对你的妈妈是爱哦, 所以叔叔不可以跟你结婚。 我心里一惊, 虽然知道这是仁州哄孩子的话, 可压不住的心跳声越来越大, 似乎快要跳出来。 我, 我去上个厕所, 我陶冶式地离开了房间, 站在浴室内平复心情, 一定是我想多了, 它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吧? 自认为克制好了自己的情绪后, 我打开门, 却看到了靠在门边的人州, 似乎已经等了许久了。 田田睡了吗? 对, 刚刚叫嚷着给她讲故事, 故事还没听完就睡了。 每次说起田田, 仁州的眼角总是弯弯的, 整个人显得特别温柔。 嗯, 今天, 谢谢你。 我说完, 转身便想去田田房间, 可仁州却突然拉住我的手, 微微用力, 我便被她抵在墙上。 仁州的两只手撑在我背后的墙面上, 我被困住她双臂之间的狭小空间内动弹不得。 仁州也不说话, 只低头看着我, 灼热的呼吸不断扑在我的脸上, 让我的心也开始燥热起来, 你, 两人同时开口, 又同时闭嘴。 我刚才说的话, 你怎么想? 仁州的声音很轻, 却像微风吹拂过湖面, 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神, 什么意思? 我喜欢你, 苏暖, 不要装傻。 仁州将我的下巴抬起, 逼迫我不得不直视着她的眼睛。 苏暖, 我一直看着你,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一抹红韵悄然爬上了仁州的耳阔, 她有些不自然地咽了咽口水, 你怎么想? 要不要, 跟我在一起? 我有些手足无措, 我承认我想过这个可能, 我与仁州知根知底, 她对我确实没得说, 只是婚姻不是儿戏, 而且我还刚经历这些事, 加上仁州的花心历史, 种种事情都让我犹豫不决。 见我没有回答, 仁州有些着急, 在想什么? 不愿意吗? 仁州将我们的距离拉得更近, 眼神中晦暗不明, 嘴角带着一丝苦笑。 苏暖, 我不可以吗? 声音听起来有些失落, 还有不易察觉的委屈, 看着仁州委屈巴巴的样子, 我有些不忍心, 不是这个意思。 听到我的话, 仁州头上的阴霾一扫而光, 那你的意思就是可以了。 啊, 不是, 我没有否定就是肯定了, 那就这么决定了。 不顾我的回答, 仁州便自顾自地出了门, 那我明天再来, 我的, 可, 女, 女朋友。 女朋友。 就这样, 好像也挺好的。 跟仁州在一起后, 日子并没什么太大的不同, 只是仁州来家里的频率明显增加了, 美名其约是看望田田, 但田田不在的时候, 依旧赖在家里不走。 苏暖,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你现在可是我的女朋友, 我待在我女朋友家,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你待了一天了, 田田还没回来呢? 那我就在这等她。 仁州? 别闹了, 田田要回来了, 我, 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我们的事。 听到我这样说, 仁州立马收起了吊儿郎当的模样, 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我跟她说吧, 不了, 我是她妈, 这件事我告诉她是最好的, 你先回去吧。 那你有什么事就给我发消息, 我马上过来。 仁州走后, 我去幼儿园将田田接回了家, 吃完晚饭, 田田便去玩玩了。 田田, 过来一样, 妈妈有事跟你说。 田田看着我, 又看了眼玩具, 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等会再玩, 快过来。 田田点了点头, 小跑到了我身边坐下, 妈妈, 什么事啊? 田田, 你喜欢认叔叔吗? 喜欢啊。 那, 如果妈妈跟认叔叔在一起的话, 你会开心吗? 田田认真地低头想了想, 随后认真地看着我, 妈妈, 虽然你不同意我跟叔叔结婚, 但是叔叔说他会跟你结婚, 那是不是意味着 叔叔也会一直陪着我了? 我点点头, 也可以这么说吧。 听到我肯定地回答, 田田立刻喜笑颜开, 那我开心。 随后, 田田大大的眼睛, 懵懂地看着我, 那妈妈, 你开心吗? 我没想到, 田田小小年纪, 就能如此心思细腻, 惊叹之余, 又觉得十分亏欠他。 我将田田拥入怀中, 从他的额头, 轻轻落下一吻, 有你们陪在我的身边, 妈妈也很开心。 得到了田田的肯定后, 任州便计划着 带我回家正式见父母。 虽然我们两家是邻居, 彼此都知根知底的, 但该有的仪式感 还是不能少的。 我们先带着孩子回了我家, 妈妈在知道 我与任州在一起后, 虽然有些震惊, 但也很快便接受了这个事实。 最关键的是, 妈妈一看到田田便喜欢得不行。 由于不了解情况, 我们将孩子放在了妈妈那里, 我与任州先行回他家 拜访他父母。 妈妈这一关还算好过, 但任州父母这边呢? 我与任州突然宣布在一起, 我还带着孩子, 他们能接受我吗? 我心中忐忑不已, 见状, 任州捏了捏我的手, 别担心, 有我在。 任州的家在市中心的别墅内, 一进门, 我便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而这种压迫感, 在见到任州妈妈时, 达到了顶峰。 任阿姨, 这是我给您带的一点小礼物, 希望您能喜欢。 任妈妈接过礼物放在桌子上,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此时在她的眼中, 就是透明的。 强烈的冒犯感, 让我有些不适, 任州挡在我的面前, 遮住了任妈妈探寻的视线。 妈, 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我饿了。 看到任州, 任妈妈恢复了往日的温和, 马上孙姨就做好了, 先去饭桌上吃点东西垫一垫吧。 任州拉着我入了座, 不一会菜就齐了。 好饿, 我先吃啦, 你们也吃啊。 妈, 我爸怎么没回来? 他还在忙, 我们先吃不管他。 行, 苏暖你吃啊, 愣着干什么? 啊, 好, 我反应过来, 开始动快。 还没吃几口, 便被任妈妈打断。 苏暖啊, 我听小舟说, 你还有个女儿? 家菜的手停在半空, 我兴兴地收回手。 是的, 阿姨, 任妈妈撇了我一眼, 那如果你们结婚的话, 小舟这是直接当罢了。 任妈妈说得漫不经心, 但气氛却突然有些凝固, 这个, 任州似乎早有预料般, 她拉起我的手, 对着任妈妈, 妈, 你别为难苏暖, 孩子是我的。 啊?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有些猛, 很明显, 任妈妈也显得十分惊讶。 小舟,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呀, 那是你的孩子。 是的, 妈, 田田是我跟我前女友生的孩子, 我也是跟她分手后才知道的, 她生下孩子后, 把孩子留在医院就跑了, 我也是在收到她的短信后才将孩子带回来的, 因为怕被我爸骂就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你是说真的? 你有孩子这么大的事, 你都瞒着不告诉我们。 小舟,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妈, 我错了, 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没经验嘛,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手忙脚乱, 还是我给苏南打电话, 他来帮我, 我才能把孩子养到这么大, 不然换尿不湿喂奶那些, 我哪会啊? 任妈妈看着我, 有些纠结, 酥暖, 那小舟的这些情况, 你也知道。 我看着任舟, 她在桌下轻轻握了握我的手,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是的, 阿姨, 我知道。 任妈妈点了点头, 你不介意就好。 饭后, 任舟带我去了我们以前常去的一家儿童乐园, 这里居然还开着, 对啊, 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消散的。 我望着任舟, 任舟奇怪地看着我, 看着我干嘛, 我只是觉得, 什么? 你突然这么深沉干嘛? 哈哈哈哈, 我都不习惯了, 我一直很成熟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现在确实还行, 不过以前嘛, 你这花心大萝卜, 谁花心了? 就是你啊,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你都交往过多少任女朋友了。 这么说来, 你好像确实不是一个专一的人啊。 嗯, 看来跟你在一起的是, 我要慎重考虑考虑了, 你指不定哪一天就把我, 不会的, 任舟打断我的话, 望着我一脸认真, 你怎么知道不会? 你在这方面的信誉度可不高啊。 我就是知道, 因为我只喜欢你。 你跟你每一任女朋友都是这么说的吧? 任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这些话片片小姑娘还行, 我就, 我没跟别人说过, 我只跟你说过, 还记得吗? 初一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了, 结果被你揍了一顿。 那不是开玩笑的吗? 不是开玩笑, 我说的每一次喜欢, 都是认真的, 苏暖, 我只喜欢过你,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那你那么多前女友, 是怎么回事? 大部分都是他们主动靠上来的, 所以, 你就顺水推舟了。 不是的, 如果我一直不谈恋爱, 却一直待在你身边的话, 会对你造成困扰吧? 学校里的人, 肯定会编造我们的八卦, 可你说过, 现在只想好好努力学习, 考上理想的大学。 所以, 你一直喜欢的人, 都是我。 那我考上大学后,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 我也想啊, 我本来想跟你考同一个大学的, 但我成绩不行, 分数差太多, 于是我就想, 考你的大学附近的省份 也挺好的, 但是分数还是不够, 最后只好去了我 后来的这所大学了。 等我安顿好之后, 你就告诉我你有男朋友了, 你这让我怎么说? 仁州看着我, 声音里满满的都是委屈, 这, 我也不知道啊, 我贪手。 总之, 你必须补偿我。 你想要怎么补偿? 仁州坏笑着靠近我, 我被逼得往后退, 最后后背抵在了树干上。 仁州的身上总有一股阳光晒厚的味道, 让人感觉十分安心, 此时过近的距离, 让这股味道不停地充斥着我的鼻尖。 我抬头看它, 你, 话还未说出口, 嘴唇便被堵住。 仁州看着我迷离的眼神, 扶着我的后颈, 再次加深了这个吻, 一时间, 空气中只剩下彼此心跳的声音。